还有跟刘贤斌的家人 另外两个监护的家人有聊到吗 就是透过视频也好 等等刘贤斌的太太 你自己老公 我们经常在Skype上 或者是在QQ聊天 这就是刘贤斌 对 你看刘贤斌跟陈乔的他俩 一看长得非常像 他非常像 只是说陈乔应该叫刘乔 他妈妈为了也避免 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受到一些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在潜意识里 害怕他受到干扰 我给别人的印象里面 说到他爸爸 所以给他改名字 就改姓成陈 跟他妈的形式一样 所以陈乔他自己 其实也是很感性 在提到他爸爸故事的时候 小时候他也很不理解 对啊 他原来小时候 因为他压根不知道 他爸爸发生了 什么事情要被带走 当时他妈就说过 他妈说 第二次他爸爸被逮的时候 当时判了十几年 十三年型的时候 他两岁半被带走的 孩子在那哭的呀 还要爸爸追着爸爸 也是很难受的 但之后孩子长大了 他慢慢的已经 就是从特别想念完 慢慢就开始陌生了 你现在你有三个女儿吗 除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你自己的女儿 还有刘贤斌的女儿 三个女儿的个性 有什么不一样 是这样子 陈乔是一个个性 非常要强 他是 而且非常 也是 就是言词 善意言词 他学习非常非常优秀 也就是他的兴趣 非常的多 爱好很多 比较喜欢艺术类的